位于雪兰儿双溪毛诺麻风病院的希望之谷故事馆 今天举行了盛大的百人交化工作坊 不需要画笔 只用颜料、画板和一个杯子 就可以打造出独一无二的艺术品 故事馆的馆长陈彦依就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 让院民相聚在一起联络感情 他今天还透露了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希望之谷的艺术作品 不久之后有望在国家画廊展出 目前这项计划已经得到了文化部的批准 希望之谷故事馆今天举行交化工作坊 那这个工作坊就吸引差不多50名院民报名参加 另外再加上大概50人的义工团队 总共100人共襄胜举 那到底什么是交化呢 准备颜料、画板再加上一个杯子 随着心情筛选您喜欢的颜色 发挥巧思和创意 打造独一无二的作品 交化不需要动用画笔 只需要让混合的颜料倒在板块上自然流动 一幅画随即映入眼帘 基本上这第一个技巧我们叫flip cup 就是把杯子覆盖在画板上面 然后再翻转过来 你主要就是让颜料自然的流动 形成它的图案 作品完成后需要至少24小时的时间 让它自然干 院民们每个人都制作了三幅小型的交化 另外也集体制作了一幅大型交化 一手策划这项工作坊的希望之谷 故事馆馆长陈彦妮透露 一些院民听到要画画 起初还担心自己连笔都握不好 他们就说我哪里会啊 我哪里会画画啊 我都不会拿笔的 我说没关系没关系 老师会教你 你懂得怎么样淋花 交花就可以了 我们会教你交出一幅很漂亮的画 他们就想真的吗 这样子 所以他们都很好奇 想要来学新的东西 院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学习新手艺 老朋友相见欢 大家都很开心 这是一个给老人家来一种一种遥 这是一个给老人家来一种一种一种 大家在一起談天 就是那個人不會這樣悶 希望之谷故事館有望在明年 到國家畫廊舉辦畫展 所展示的作品包括了粉彩系列 水彩畫 素描系列 雕塑作品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 這項計劃已經獲得文化部的批准 我們正在申請著 也已經通過了那些等最後的確定 那我們希望明年會去國家畫廊辦畫展 那當然這個畫展的部分 除了突出他們的藝術作品之外 還有就是突出我們裏邊古蹟的美 通過畫展 它希望能夠讓世界看到希望之谷的美 因為它不單單只是文化遺產 而是活的文化遺產 通過嶄新的平台 訴說和記載著麻風病院 一代又一代人的故事 NTV7 許文杰採訪報導